哈!我的天啊! 这个曼金糕怎么这么多挑的呢? 嗨!大家好,我是南亚小哥哥 你喜欢吃哪一种的曼金糕呢? 薄的?脆的?还是厚的? 带有脚筋的呢? 如果你喜欢哪一款? 大多是马来西亚人 都很喜欢这个传统美食哦! 那你懂不懂 其实曼金糕并不是源自于东南亚 而是来自中国福建了! 那好吧! 现在就让我教你 如何做一个好吃的曼金糕 避免烧焦了 首先,先倒入300克的面粉 芭蕉粉 糖 盐 过后呢,再打一颗蛋 倒进大盘内 还有加些鲜奶 然后搅拌它们 把它们都搅拌 如果这时候这个糊太过浓的话呢 再加些水 然后就让它发酵30分钟 这时候呢,我们就要去炒香我们的花生 花生炒香了 就将花生打碎 那,将我们的盘热一热 再放入一些牛油 让它融化 过后,再把我们的面糊 均匀地把它倒入我们的盘内 那现在呢,记得用小火 那我们等5分钟左右 过后我们看到面糊挤泡泡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加糖 加花生 啊 就大功告成啦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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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